今天的知识小学堂 我们就要带您关心 香港其实有一些社会运动 但是这些社会运动 一直在进化再进化 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的七一游行 还有直接闯进了立法会 包围霸占立法会 也被说是香港社运2.0版本 为什么 我们今天就要带您来一一的探讨 我们先来看看 其实2012年最为人知的 就是当年发生的 玄秘思潮所发起的反国教运动 那紧接着就是2014年9月份 战中九子所主导的雨伞运动 然后就是今年的反送中抗争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 前两次我们都看到 有比较明确的领导者 但是这一次在反送中的抗争 倒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leader 因为他们现在有发现 如果说你有一个很明确的leader 那很容易就会被政府给杀鸡警猴 就会被拿来当成一个主要的目标 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 好 这一次呢 在进行抗争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媒介 一个就是通讯软体 一个是论坛群组 有任何的交代事项啦 或是沟通事项啦 还有决策 全部都在这里面搞定 那这群组里面包含有谁呢 有负责去帮忙观看警察动向的监督者 医师 急救团队 律师以及公民团体等等 那所有的决策团体呢 在这个软体里面就要进行表决 比方说到底要进攻还是要撤退 要留守还是要继续前进 这些呢都会透过在群组软体里面投票 而且可以马上就知道结果 而且呢因为他们有隐藏身份嘛 所以呢到底是谁发起的 政府就不知道 然后呢紧接着如果被发现了以后 就要迅速清场 好所以说我们昨天有看到 他们直接闯进了立法会大楼 直接攻占 那有人说这有点像是我们台湾 当年的太阳花学运 可是不一样的是太阳花学运 是花了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才清场 昨天却短短三个小时 警察一来他们就全速撤离了 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观念 他们希望可以Be Water 什么叫Be Water呢 其实这是源自于当初已故武打明星李小龙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不要迷恋战场 然后呢要伺机点火 然后呢这个点火火一烧起来之后赶快快闪 目的一达成就赶快撤离 所以说警方根本没有办法逮捕每一个人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哦 但事实上在这一次的整个示威活动当中 警察还是用了催泪弹催泪瓦斯来撤离 驱离这些民众 那这个催泪弹呢最早是在一战的时候发明的一个化物 不过其实早在1925年日内瓦公约就已经有明定了哦 说这个东西不可以使用在战场上 好但是现在反而去被视为是人道镇压的一种方式 难道是因为他的这个计量有一个安全性 然后呢他又不会致命 所以就可以拿来对付人民吗 这是现在很多人在质疑的特点 不能用在战场 但是可以用在街头 确实是蛮奇怪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看看 昨天呢有很多的民众闯进了立法会 但最后有四个人坚持不走 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最后选择离开 一起了解 站点香港立法会的示威者 其喊要走一起走 原本宣布所有人在凌晨12点前和平离场 但会议厅内有四名死守议事坚持不走 面对警方倾程警告 不顾生命威胁捍卫自由 其他示威者冲上前将四名议事强行带走 究竟为什么打死不退 其中一位意思说 他身为父亲要当孩子的榜样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大 我爸爸是肩膀胀胀胀胀胀 他为我胸口中的一枪都有一个枪刃 争取到这个有尊严的生活 我作为一个爸爸 我不是应该为我的儿子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他呢 或许担心被秋后算账 就为爸爸以背影接受访问 他身穿黑衣戴着耳环 左手戴着一串佛珠 看起来是个时髦的年轻人 他说如果可以选择 就不会投胎做香港人 为了自由与尊严而坚持 同伴当然不能丢下他们 我们透过天下团队 不知道有四个仪式会楼梯 所以我们全部人一起上来 托他们一起走 他们不走我们都不走 我们拖他们一起走 记者直集几位年轻小女生 跟着人群崇敬会场 因为不这样做 很可能会失去这四位战友 小妹妹边哭边说 同伴一个都不能少 令人动容 这场景也让不少人震惊 反送中不只学生和妈妈们 小女孩也变得如此勇敢 三里新闻林芳瑜报道